近日有网友爆料 爷孙恋的林静恩疑似精神出现问题 半夜坐在ATM旁边 一个人自言自语 台媒拍下林静恩流落街头的画面 采访了附近的酒店才了解 原来林静恩连续惹怒了三家酒店 不让他入住 据了解 林静恩在几家都出现了破坏酒店用品或举止怪异的行为 一度对着酒店人员露出诡异的笑容 精神状况失常 记者到场后试图采访林静恩 他声称自己身上没钱 最后因为有人要取钱 林静恩才跑到别的地方 目前也不知去向 近日 林静恩发文回应 称害怕让朋友知道 但其余内容不知所云 林静恩与大40岁的李昆成交往 因为女方的家人集体反对 不过林静恩恋爱脑太深 与家人断织关系 在失去李昆成后 林静恩一蹶不振 如今更疑似精神失常 李昆成的儿子李卓轩因遗产问题与后麻烦